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了老子的弟子 还有一种说法是 引起归隐山林 潜心研究《道德经》 还写下了《新德奇汇》九篇 收录在《汉书一文志》中 被后人称为《文史真经》 《文史真经》共分为九篇 基本上以《道德经》为总纲写成 如果看不懂《道德经》的同学 可以先读一读《文史真经》 对理解《道德经》会有一些帮助 《文史真经》第一篇名字叫《语》 语者道也 语是什么意思呢 语就是道 大多看过《道德经》的人都记得这句话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其实 最初老子的原文是 道可道 非横道 明可明 非横明 在汉代 为了碧文帝流横的悔 把横改为长 那么究竟什么是道呢 《观银子》曰 非有道不可言 不可言即道 非有道不可思 不可思即道 银喜说 道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道是无法用人类的思维来思考的 天物怒流 人事 错错然 若若乎回也 假假乎斗也 物物乎似而非也 天地万物都在不停地运动着 就像奔腾不息的江水 人们对此看法各不相同 争论不休 其实 都是似是而非 而争之 而戒之 而献之 而则之 而去之 而要之 言之如吹影 思之如楼尘 有争论的 有独自冥想的 有赞美的 有批判的 有舍取的 用语言说出来 就好像用嘴巴吹影子一样 用大脑的思维去想 就好像用刀刻灰尘一样 都是徒劳无功 圣志造谜 鬼神不识 唯不可唯 不可智 不可测 不可分 故曰天 曰命 曰神 曰玄 和曰道 圣人们的学说 都是在制造迷幻 道连鬼神都不明白 它是不可作为的 不可达到的 不可进出的 不可探测的 不可分割的 所以道称为天 称为命 称为神 称为玄 在这里 隐喜把道分成了天 命 神 玄 他接着说 无一物非天 无一物非命 无一物非神 无一物非玄 物既如此 人 岂不然 宇宙之中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天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命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玄 天地万物都是这样 何况人呢 人皆可约天 人皆可约神 人皆可致命通玄 每个人都可称为天 每个人都可称作神 每个人都可以致命通玄 不可比天 此非天 比神 此非神 比命 此非命 比玄 此非玄 你认为的天 不是我说的天 你认为的神 不是我说的神 你认为的命 不是我说的命 你认为的玄 不是我说的玄 是以善无道者 即一物中之天 尽神 致命 造玄 学之寻意 明晰同时 得知弃同 实望异明 当你理解了我的道 你就可以从任何一样东西中 就可以知天尽神 致命造玄 在学习的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名词 分析相同的本质 得道之时 你就会忘掉他们不同的名字 以上是引起对老子 道可道 非横道 明可明 非横明的理解 白姐觉得 道 就是天 就是神 就是命 就是天地法则 万物运行规律 你觉得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银雾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